那配合真如老师这一次的证文所讲的这个例子 因为他是说 今天常常有一个人给了我一个很不舒服的境界 有一天我终于这个跟他斗一次嘴 最后自己还随喜不肯追悔 我想这个毛病很多人都会犯 那就是从平常这些小事情上面 我们抱怨啊 责怪外境啊 这个小事情上面你这个习性不改变 那将来真正会让自己猛力追悔的这种 真正有朝一日会让自己猛力追悔的这种大的恶业就会犯下去 所以前面面对平常生活当中这种季节 慢慢练习你的业果健康 慢慢练习不要抱怨啊 不要责怪外境是很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也学习一段这个真如老师广海明月的开示 是130讲啊 130讲啊 我们请视听主播放一下 师父在这个局势感人的故事里 让我们照见我们自己的现行 平常遇到点事情就抱怨 生命很苦涩的这种状态 透过师父给我们讲的法 意识到说这是自己的一个习气 一个可能需要改善的习惯 那么你咬牙切齿从早晨开始就想说看我今天遇到多点事情 首先要观察嘛 其实当我们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点点事情 我们会觉得这事情非常大 然后就开始了 那么怎么样觉得这是一点点事情呢 生死失大 无常迅速 如果说不念及无常 不念及后世的苦乐 那么眼前出现的所有事情都是非常大的 因为眼前的这一天的事也很大 可是它和无量生的未来比起来呢 可能就显得小多了 比如说饭菜 合不合胃口呀 人家有没有跟你说让你听起来很悦耳的话呀 或者说礼尚往来你送了他 他忘了送了你了等等 这些心里边常常起起伏伏的事情 能不能觉察到 它是朝着抱怨的方向 甚至在思想内部 是朝着抱怨的方向去思考的 能不能自己先观察到 观察到了就自己的下定书 这样的抱怨的想法 只会增长较满而且造业 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好处 对他人的生命也没有好处 那么为什么 我不停止这种方式呢 所以这位居士在这场车祸中呢 他生起了感激的心 在这样一个很可怕的灾难中 他居然生起了感恩心 他没有抱怨 我前几节和大家讲的法师 也是这样的 他也遭遇到很大的车祸 他也是生起了感恩心 说能活一天 他要好好的感恩三宝 所以他在养伤 在病床上 就是说能脱离轮椅 下地走路的时候 他就录了一个录像给我看 大家可以想一想 能走路了 怀着多么深的感动 可是我们现在对我自己能走路 还会很感恩吗 都觉得这些事情 司空见惯的 没什么可以感动的 能吃上饭感恩吗 也没有感恩心 衣食住行 这些都无忧 感恩吗 有法可以学 甚至说想要看经典的说 有灯 这些事都感恩吗 可能一切都司空见惯 心里慢慢地就麻木掉了 好像这些都是无音声的 本来就有 而且永远不会消失一样 我觉得师父 通过每一个例子 都在让我们把注意力 观察到我们的内心 去抉择我们所学习的教理 因为真正的修行 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不是让我们上来 就是凭外境的 一定要是看内心 所以这里边的重点就是 不要遇到一点小事情 就抱怨 如果我不知道 我有这个毛病 是没法改的 那么我如何知道 一点点小事情 心思又朝着抱怨的方向去呢 那观察一下自己 甚至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今天什么事情出现了 我又想什么了 记录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看一下笔记 你就发现说 奇怪 第一天遇到这事情 第二天第三天 遇到不同的事情 我的心好像都是朝着那个方向 一周的话 看一个简单的记录 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都是朝那个方向 就是抱怨的方向 那么你就可以扭转它了 这一段真如老师的开始 前面是提到师父在广论录音带里面的一段开始 那个时候师父就说到 我们自己有一位学广论的老同学 那他后来出了车祸 差一点这个命都不知道能不能保住 后来也是一样 还不知道腿能不能保住 那师父去看他的时候 他一点抱怨都没有 他是很感恩师父来看他 还说 哎呀 师父老你能嫁 还要让您这么辛苦的来看我 我是消了我的业障 那师父就很赞叹他 说这个是真正面对境界 他那个业果见有献起来 没有去抱怨 那所以真如老师说 师父在这个居士感人的故事里面 让我们照见我们自己的现行 那我们的现行是什么呢 就是平常遇到点事情就抱怨 生命很苦涩的一种状态 所以现行是平常碰到事情会抱怨 而且这是小事情 一点点小事情就会抱怨 那所以真如老师说 这个是透过师父给我们讲的法 让我们意识到说 这是我们自己一个习气 一个需要改善的习气 那你改的时候怎么改呢 真如老师说 你咬牙切齿 从早上就开始想 看我今天遇到多点事情 多点事情的意思就是说 你到底今天是有遇到 什么了不起的大事 那这个首先要观察 那观察自己的内心 什么样的相撞呢 真如老师说 其实当我们遇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会觉得那是一点点事情 我们会觉得这个事情非常大 然后就开始了 会不会这样 随便很简单很简单 你早上起来心情很好 你在煮早餐 你好像要吃早餐嘛 突然旁边有人讲了一个 你好像不是很中听的话 你觉得不是很中听的话 你是不是很容易就会发脾气 而且可能脾气会不小对不对 可是认真想 那就是讲了一句不是很好听的话 讲了一句不是很好听的话 这个到底有多严重呢 好 就是我们碰到一点点事情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那不是一点点事情 我们会觉得这个声音非常大 然后就开始了 甚至很可能这个 跟你讲那句不中听的话 人就是帮你煮早餐的人 好 你正在吃了 他给你煮了早餐 你才有力气发脾气的 好 你想到这点 你就会发现 那一句不中听的话 好像没像你一开始感受那么大 会不会这样 好 所以这个要观察 真正老师说 怎么样觉察 这是一点点事情呢 怎么样觉察 你要想到什么 生死四大 无常迅速 真正老师说 如果不念及无常 不念及后世 的苦乐的话呢 眼前出现所有的事情 你都会觉得非常大 好 我甚至有的时候觉得 你还先不用想到后世 你光想这一生 你就会发现 眼前的事情 不见得有那么大 我自己就很尴尬的 碰过几次 我说尴尬的意思是 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 好 我可能觉得 这个人的行为啊 还是这个人的言语啊 有一些不符顺 我意义的地方 我也觉得我心里 老大不高兴的这样 结果呢 我心里才偷偷地 抱怨完之后 我马上就发现 接下来的事情 我得非靠他帮忙不可 而且还得 很敢跟他帮忙 还是我突然发现 我一直在 被他帮忙当中 那种感觉啊 你就光看这一生 你就会发现 有很多你感受 觉得是非常大的事情 其实没那么大 不应该那么大 更何况 你想到后世的时候 何况你想到后世的时候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真正老师说 这个 眼前这一天的事情也很大 可是他和无量生的未来比起来 可能就显得小多了 比如说饭菜合不合胃口啊 人家有没有跟你说什么 让你听起来很悦耳的话 或者说礼尚往来 你送了他 他忘了送给你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心里面 常常起起伏伏的事情 然后在这种状况当中 真正老师说 能不能觉察到 他是朝着抱怨的方向 甚至在思想那一步 是朝着抱怨的方向去思考 意思就是说 你就能不能觉察到 你的想法的第一步 开始已经朝向抱怨的方向 你能不能自己先观察到 一旦观察到了 就直接给他下定义 说这样子的抱怨 只会增长娇慢 而且造恶业 对我的生命没有任何好处 对他人的生命也没有好处 那么为什么我不停止这种方式呢 好 那后面那个真如老师 举了另外一个同样的例子 那真如老师关心他那时候 其实我也在真如老师旁边 现场看到的确就是如此 但是我们有一位法师 他遭遇了很严重的车祸 肋骨断了好几根 那医生都觉得非常的危险 可是他也是非常的幸运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得很好 现在已经完全恢复得很好 可是他也是经历这个过程 他生起很强的感恩心 然后他说能活的一天 都要好好的感恩三宝 事实上他当时 他对真如老师 最常重复的一句就是 非常高兴老师由你出来 承接了师父的单子 现在我碰到生命的痛苦的时候 我才有依靠 非常非常感激老师 他讲很多次 我那时候现场听到 也蛮感动的 所以他经历了这个过程里面 他会发现活一天 都要好好的感恩三宝 所以他后来能够脱离轮椅 走路的时候 就录了一个录像 给真如老师看 然后真如老师说 大家想想看 能走路了 怀着多么深的感动 他能走路了 他就开始有很深很深的感动 可是我们对我们自己 平常能走路还会很感恩吗 还是觉得这些事情 司空见惯 没有什么可以感动的 真如老师在问说 能吃上饭感恩吗 衣食住行都无缺感恩吗 有法可以学 甚至看经典的时候 有灯 这些事情都感恩吗 可能一切都司空见惯 心里慢慢地麻木掉了 好像这些东西都是无因生的 本来就有 而且永远不会消失一样 其实注意 讲这一段 跟我们刚刚前面 那个常常抱怨的心态 是一种正对质 所以真如老师以前 在一些其他的教界里面 也跟我们说过 说最好能够常常养成 一种习惯性的思路 什么习惯性的思路呢 你看到任何东西 你都会去想到它的来源 你看到任何东西 你都会去想到它的来源 这其实也是一种 叶果见的练习 就是你看到一个任何东西 在这边现现成成的时候 你不要觉得 是它本来就在这里 它现现成成就在这里 它有它当初的来源 有它当初的因缘 它才会显现在这里 看到任何东西的时候 都要想到它的来源 养成一种 看到任何东西 都要思考它的来源的思路 真如老师在有些教权里面 曾经这样说过 大家也不妨这样提醒自己 比如说真如老师 他那时候有做过示范 洗手的时候 你就可以想到 现在我在洗的是一双人的手 这是因为善知识 师长三宝教导我 我造作了善业 累积了福报 我这一生才能是个人 所以我现在是用一个人的手 在洗手 如果说我没有师长三宝的教导的话 我造了恶业的话 因为我现在洗的 就不是一个人的手 可能是一个动物的体子 所以再说一次 正如老师讲的 要养成一种 遇到任何事情 你都要去想到它来源的 这种思路 这个就会对我们 非常非常的有帮助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夜果剑 缘起剑的这种思考 这种练习 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你把这个养成习惯之后 比较不容易 凡事就抱怨 如果你凡事就抱怨 那要你忏悔的时候 你容易有追悔心吗 我们今天学的这一讲 要追悔心对不对 所以这几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平常慢慢练习 用夜果剑思维不抱怨 你这样在忏悔的时候 你才能够 真的能够发起追悔心 我刚刚已经说过嘛 追悔心的根源是来自于夜果剑 平常之所以会抱怨 没有夜果剑 所以如果平常小事就抱怨 小事就把它看得很大 然后常常抱怨的话 我们在修忏悔的时候 那个追悔心力道一定不够强 就是这种关系 后面曾荣老师讲说 我觉得师父透过每一个例子 都在让我们把注意力 观察到我们的内心 去抉择我们所学习的教理 因为真正的修行 一定是建立在我们的内心深处 不是让我们上来就是凭外境的 一定是要看内心的 所以这里边的重点就是 不要遇到一点小事情就抱怨 好 那其实曾荣老师说 师父透过每一个例子 都是让我们把注意力 摆在我们自己的内心 去抉择我们学到的教理 那不要遇到一点小事就去抱怨 所以以前我也听过 曾荣老师一个很重要的教解 他说 你到底是不是深信业果呢 不信业果的形象是什么呢 不信业果的形象就是 你对境的时候用感受衡量一切 而不是用正法来衡量自己的感受 这个叫不信业果 你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 为什么这个叫不信业果 再说一次 不信业果的形象是什么 你对境用感受衡量一切 而不是用正法来衡量自己的感受 好 这个就是不信业果的形象 好 如果要我给你一个提示的话呢 用感受衡量一切的时候 一定没有在思维 对不对 一定没有在如理思维 对不对 好 反过来讲 你要如理思维去对峙感受的话呢 其实一定要想到业果见 简单讲就是一定要想到业果见 或者说我讲的稍微深一点好了 什么叫对境的时候用感受衡量一切 用十二元起来讲 就是受之献起了之后去爱取 受之献起了之后去爱取 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断爱取呢 如理思维 如理思维什么 如理思维业果见 用正法来衡量自己的感受 用正法来衡量自己的感受 就是如理思维 在受之献起之后去断爱取的意思 好 所以后面正如老师讲说 我如何知道我是一点点小事情 心思就朝着抱怨的方向去呢 我怎么去觉察这件事情呢 正如老师说 观察自己一下嘛 甚至做一个简单的记录 记录什么呢 今天什么事情出现了 我又想什么了 意思就是说 你做一个记录 今天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我是怎么想的 对着一个什么样的境界 我是怎么想的 然后正如老师说 记录了一段时间之后 你再看一下笔记 就会发现奇怪 第一天遇到这个事情 第二天第三天 遇到不同的事情 我的心好像都 还是朝着那个方向 抱怨的方向 一点点小事就看得很大 然后抱怨的方向 一周的话 看一个简单的记录 你就可以知道 原来都是朝那个方向的 就是抱怨的方向 那么你就可以扭转它了 其实这边讲的这种记录是什么 就是帮助自己觉察的一个过程 帮助自己觉察的一个过程 正如老师在广海明月的开始里边 也有讲过 佛菩萨会帮助我们看到 我们内心里的套路 套路不知道什么意思 知道什么意思吗 套路 套路说他们武术里边 他们要练 练熟的话 就有一个固定的 固定的那些动作 固定的轨迹 固定的动作 那是套路 你把那个套路反复练 反复练到最后 就会练得很熟 很纯熟 就会慢慢进入 这个越来越深的这个城市 那我觉得 佛菩萨很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说 我们自己心里 一天到晚胡思乱想 可是都没发现 自己这样子千变万化的 胡思乱想 原来都不离开一些套路 佛菩萨可以把这个套路 看得清清楚楚 然后告诉我们 让我们觉察 这就是佛菩萨 很特殊的恩德 其中有一个套路 就是曾荣老师这边讲的 一点点小事情 就看得很大 然后抱怨 不管你千想万想 东想南想 北想西想 都没离开这个套路 这就是佛菩萨 很厉害的地方 他看出来我们的套路 内心的套路 所以 怎么自己觉察这个套路呢 曾荣老师要观察 甚至你可以 简单的记录一下 今天是什么境界 什么事情 我又把它看得很大 又开始抱怨 明天是什么境界 什么事情 我又把它看得很大 开始抱怨 记录了一个礼拜之后 你发现原来 都是朝那个方向 你有了这个觉察 你就可以开始 扭转它了 我又开始扭转它了 我开始扭转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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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会彷彬它了 我可以扭转它了